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一部来自木下惠街导演的影片 24只眼睛 赖户内海的小豆岛 是仅次于淡路岛的第二大岛 在这个小岛上有两所小学 住在渔村的孩子们 一年级到四年级 在海峡附近的分校上学 到了五年级 便需要到海峡对面的 距离渔村五公里的本校去上学 1928年4月4号 孩子们上学路上 碰到离校的小林老师 他要结婚了 孩子们很舍不得小林老师 小林老师告诉大家 新老师也很好 你们都要好好听话 孩子们听说新老师姓大石 便觉得个子一定很高 小林老师说 不,比我个子小呢 你们看,我叫小林 但个子却很高 有大字不一定高 有小字也不一定矮呢 孩子们往学校去的路上 碰到了大石老师 大石老师穿西装 骑着新式自行车 磨洞范十足 本地居民看到 心里无味杂陈的 一个女人 穿什么洋装 骑什么自行车 什么世道之事 不过真的好漂亮啊 学校的男老师 也对大石老师骑自行车有意见 没和大石老师说两句话 便借口出去 大石老师接手的班级 是一年级 孩子们都很小 看起来愣头愣脑的 也可以说是可爱 大石第一次走上分校的讲台 第一节课便是要好好地认识大家 大石老师点名后发现 孩子们之间都用小名重乎 于是便给每个孩子的名字旁 都仔细标注了小名 钢田同学叫金贵 朱夏同学回答得空腔有力 几次同学发音有些特殊 森刚仲同学叫仲 任泰同学叫陶器 活力十足 松江同学叫小松 美左子同学叫小美 香川同学叫仲子 傅氏子同学是前村长的闺女 早苗同学眼神忧郁 片刚同学小小一只 小鹤同学叫小叮当 放学后大石老师骑车回家 从分校到住处 足足以50分钟路程 孩子们在路上见了 又给大石老师取了个新名字 自行车老师 东家长西家短的妇女们见了 平头论足 大概是汽水喝多了 见了大石就冒起 大石像个大姐姐一样 和孩子们相处得极融洽 无论是上课 还是外出做游戏唱儿歌 皆是春光烂漫一片 樱花如雪 童年四哥 和孩子们不同 家长们和学校的男老师们 却仍旧对大石骑自行车 穿洋装有意见 得知大石的自行车 是分期付款买的 学校的男老师们 还说大石一个女人家 这么做太浪费 妈妈说 乡下就这样 再忍耐忍耐吧 明年就能想办法 掉去本校了 虽说对这里的大人们很头疼 离开才是正洁 但大石已经喜欢上 这群孩子了 盯着孩子们的作业看 脑海里都是一个个小脑袋 又傻 又愣 又可爱 台风天过后 渔民的房子 损毁得厉害 海滩上 也到处都是枯枝断叶 大石领着孩子们唱歌 几个男孩子 找到了稀有的贝壳 想让大石老师看看 没想到沙地上有暗空 大石陷了进去 孩子们看到 哄笑起来 但大石半天没起来 很痛苦 女孩们便又哭起来 大石受伤很严重 连路都走不了 渔民只好用平板车 拉着送去医院 大石老师肌念断裂 一时半会儿 不可能回到学校了 男老师半夜 偷偷练习唱歌 太太鼓励 你可以的 加油 孩子们看男老师唱歌 就像看着一根电线杆子说话 无聊头顶 班里没有一点生气 男老师眼看要被嫌弃了 立马说 你们想唱啥就唱啥吧 正好也教教我 孩子们越是听男老师唱歌 就越是想念大石老师 隔着海峡 能看到大石老师的家 貌似距离也不远 孩子们想去大石老师家看看他 任太说 我上次坐公交车过去 一个馒头还没吃完就到了 不远的 大家一起去吧 回家吃过饭就即可出发 说完 孩子们各自回家 片刚同学却站在原地 他要是回家了 姥姥就不准出来了 得留在家里干活 早苗同学说 那你懂我 我会帮你带些吃的来 集合后 孩子们朝着海峡对岸走去 一路上欢歌笑语 而此时的雨村也忙起来了 家家户户开始找孩子 一年级的孩子全都不见了 孩子们走啊走啊 走了好久都没到 大家又累又饿 女孩们开始哭起来 不是说一个馒头还没吃完就到了吗 任太内疚地说 是没吃完 那是因为一路上风景太好 我顾着看风景了 没顾得上吃馒头 又走了一会儿 孩子们的哭声弥漫开来 男孩子们也开始哭起来 幸运的是 大师老师从医院回来 半路正好遇到孩子们 孩子们一拥而上哭虫一团 老师你快回来吧 你不知道男老师唱歌有多难听 大师将孩子们带回家 美美地招待大家 饭后还照了一张合照 大师拄着拐杖 站在孩子们中间 那笑容 美得要融化这个春日 大师受伤后 就没办法骑车了 只好转到本校去教书 家长们为了感谢大师对孩子的招待 送了各种各样的礼物 大蜜 豆子 咸鱼干 芝麻 一小包一小包的 让大师心里暖暖的 离开分校之前 大师特地一家一家去道谢 还去学校见了孩子们一面 嘱咐这帮小家伙们 好好听话 好好读书 我会在本校懂你们 男老师领着孩子们 目送大师老师 唱了一首送别歌 孩子们本来刚才就哭好了 男老师一开口 大家又纷纷落下泪来 海的颜色 山的形状都没有变 而明天就成了今天 五年过去了 虽然小豆岛的风景 依然保持着从前的美丽 但日本人的生活 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时期中 发生了满中事变 上海事变 给这些正在成长中的 孩子们的心灵中 留下了一层应用 大师老师要结婚了 新郎是游览船的司机 孩子们纷纷跑来 要帮大师老师把把关 看着一个胖男人走下船 任泰说 不行不行 太胖了 香川提醒 不对 这后面一个 任泰看看说 嗯这个还行 小松的妈妈生了孩子 身体虚弱得很 问丈夫 今天能不能别出去 小松爸爸说 不出去你赚钱 吃完饭起身就走 小松一直絮絮叨叨的 想要一个 带百合花的饭盒 自己的饭盒太难看了 妈妈说 懂你爸赚钱就给你买 小松看妈妈虚弱的样子 不肯去上学 妈妈说 今天是六年级开学第一天 还能迟到不重 快去 小松跟大师说家里的两件喜事 妈妈生了个妹妹 还没取名字呢 妈妈还同意帮自己买个 带百合花的饭盒 大师听了饭盒说 百合 叫百合怎么样 小松眼睛一亮 点点头 小松的好心情 连一天都没持续 妈妈答应自己的事 也永远不会实现了 小松爸爸说 他妈妈死了 以后他就不用去上学了 得操持在家里 大师老师一直哭 很同情小松 但自己能做的 也就是帮小松实现那个愿望了 几天后的一个雨天 几个女孩告诉大师 小松的妹妹已经死了 他爸爸还说是好事呢 大师听了有些发症 坏事一件连着一件 刚到办公室 又听说骗刚老师被警察带走了 说是赤色分子 校长了解了一些情况告诉大家 听说是因为骗刚老师 给学生们宣传反战思想 还有一本叫什么草花者文集的书 大师听完 当即告诉校长 这书我也有一本 在班里 我还很喜欢里面的文章呢 校长找出书来 一边烧掉 一边提醒大师 特殊时期一定要注意 大师给小松写了信 既然妹妹不在了 什么时候回来上学呢 负责送信的女孩告诉大师 小松被他爸爸送给亲戚了 全打脚踢的 小松不愿意也得愿意 已经被送走了 秋 十月 孩子们的毕业旅行 有几个孩子因为家庭原因没能来 大师感到可惜 来了的孩子也都是自己攒的钱 卖鸡蛋 打鱼 各种 此情此尽 不唱首歌 简直对不起这么好的天气 大家推举香川同学 他是班里歌唱的最好的 船行进了一会儿 遇到了大师老师丈夫的船 孩子们激动坏了 奋力挥手 从船头到船尾 欢松笑语一片 游览开始时大师就有些不舒服 但不想打扰了孩子们的兴致 便一直强撑着 回程之前 在码头动船 女老师发现大师老师脸色不太好 问要不要去医院 大师说吃了些药了 只是身上有些冷 现在很想吃一碗热面呢 女老师陪着大师去面馆 没想到的是 大师竟然在这里看到了小松 当时听说小松被送走 大师还以为这孩子去了哪里 没想到是在姨妈的店里工作 大师想和小松聊聊的 但是姨妈脸色难看 直催着小松给客人上菜 不准他停下 大师也自觉打扰了小松姨妈的生意 便别了小松 可女老师回码头去了 大师和孩子们上船回去了 小松跑出来送 走着 哭着 眼泪止不住地流 他多难过啊 他甚至都没能好好的和老师说声再见 写作课上 大师出的题目是我的梦想 众人纷纷动笔开始写了 傅世子却呆呆地坐着 不知道该写什么 他家的房子已经被抵押掉 他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哪里 想着想着 失声哭了起来 大师听了之后 为傅世子感到难过 紧紧抱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 放学后的教室十分安静 片刚说他要退学了 大师感到有些可惜 你成绩很好的 你也很喜欢上学呀 片刚说 我和妈妈约好了 上完六年就退学 他才让我参加的毕业旅行 片刚的妹妹该上本校了 如果片刚继续上学的话 家里就没人做完饭了 片刚说 等妹妹念完六年 我就可以学针线火 然后去大阪工作 自己挣钱买衣服穿 我妈妈过去就是这样 大师接着说 然后就是结婚对吧 片刚玩而而笑 看来嫁人是你唯一的路 因为你妈妈也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也想让你走这条路 一种无名的怒火 涌上大师老师的心头 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推进 男孩子都想去当兵 大师说 比起军人 我更喜欢打鱼 和开米店的 话题一时间冷了下来 男孩子们直言不讳地说 老师太懦弱了 大师笑笑 是的呢 老师是个胆小鬼呢 班里唱歌唱了最好的香川同学 一直想去上东京的音乐学校 可他要是走了 家里的饭店 谁来打理呢 再说了 日本唱歌好的那么多 怎么就轮到你 香川妈妈跟大师老师抱怨 还请大师老师 好好劝劝这孩子 大师听了好久 告诉香川 老师一直关心你的未来 可今天 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了 男孩子们都想去当兵 这是我最担心的 还好你是女孩 这点我不用担心 我很高兴 现在就希望你快点长大 有一个重景职业就行了 校长火鸡火鸟的 将大师叫到办公室 全国都在强调军备 你却跟孩子说当兵没劲 现在都在传你是赤色分子呢 大师中变 我只是想劝孩子们珍惜生命 校长说 你应该保持沉默 老师的义务 是把孩子培养成奉献国家的国民 再也没有其他目的 大师没有在中变什么 低头不语 春天 本校操场 学校举行毕业典礼 孩子们一个个打扮的总结 漂亮 唱着毕业歌 大师听着孩子们的歌声 像回到了他们一年级的时候 樱花如雪 童年四哥 大师想辞职了 不是因为学校 是因为自己 六年前刚去分校的时候 孩子们是那样天真烂漫 但是 每个人受到人间冷酷的寒风吹拂 如果放人不管的话 那就会不知道会被吹到哪里 大师想帮帮他们 但是那是无济于事的 大师跟丈夫说 我们都辞职吧 去做农民 打鱼的也行 丈夫说 别 我还是喜欢我的船员工作 哪能不干呢 任太来跟大师告别 他去大阪商业校 然后去一家当铺工作 任太还告诉大师 昨天 富士子一家搬走了 富士子父母可没干过重活 大家都很担心 他们一家会变成乞丐 大师目送任太的公交远去 久久处立 1941年春 海的颜色 山的形状都没有变 而明天就成了今天 因为日军入侵中华 即便是生活在偏远的小豆岛上的人们 也都被卷进了 汹涌的历史波涛 骗刚得了肺病 从大阪回到了小豆岛 骗刚告诉大师 梅佐子结婚了 听说婚礼很热闹 早苗从师范学校毕业 回到本校当老师 小贺在产科医院 成绩也很好 大家都很好 只有我最差 我拼命工作 想孝顺父母 没想到现在落到这般模样 大师也止不住的流下泪来 同情聘刚的遭遇 几次 人太 竹下 重 金贵 纷纷应重入伍 岛上的年轻人 手持太阳小旗 为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 举行祈祷战争顺礼仪式 仪式结束后 士兵重传离港 码头的人们三呼万岁 乐队演奏起野银之歌 大师老师也来了 背着两岁的八斤 领着七岁的大吉 和四岁的并墓 白天刚送走学生们 晚上丈夫也收到了重传命令 大师的生活 被一场又一场的欢送填满 又一个四年过去 随着东亚战争的扩大 日本兵的坟墓也不断增加 大师辛苦操持着家里 大儿子大吉 却期待时间过得快一点 赶紧当上航空兵 大师的妈妈叫了自己一声 大师赶紧过去看看 妈妈没说两句话就不行了 大师催促大吉快去找医生 妈妈去世没多久 一个雨天 大师又接到了丈夫阵亡的通知 1945年8月15号 全体国民准时准点 守候在收银机前 天皇陛下要通过广播 亲自向日本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日本战败的消息 让男孩子们一直消沉 大师却说 不是挺好吗 以后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大吉不肯动筷子 他在想 战败的人为什么不自杀呢 大师一边吃饭 一边有气无力地说 赶紧吃饭 巴金太饿 爬到树上摘柿子吃 结果掉下来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 4月4号开学日 大吉咬着船送大师去分校 时隔18年 大师即将再次回到最初的那间教室 想着心里不没有一些感伤 大吉说 天气好 我能送你 要是下雨 可就不行了 大师说 那我就走着去 大吉说 那可不行 那坏了身体怎么办 要是有辆自行车就好了 大师摆摆手 哪能有这种奢望 自行车多贵呀 和18年期的那次点名不同 叫到名字的孩子 回答的声音巨响亮 这大概和战争有些关系 大师看到几个熟悉的名字 骗刚的妹妹跟骗刚小时候一模一样 小松的孩子穿着小松从大阪寄来的衣服 小美的孩子跟小美小时候一样可爱 大师绷不住了 眼泪不自觉掉下来 墓地 摆木的墓碑林立 18年前 还都是傻碰傻碰的孩子呢 梅左子远远跑过来 看到大师老师 高兴的 简直要掉下眼泪 梅左子和早苗 相穿 商量过了 要给大师老师准备一场欢迎会 欢迎大师老师 再次回到分校 大师看着墓碑 不住感叹 要是12个人都能到 该多好 梅左子含着泪连连点头 站在墓地外的孩子们看到 嚷嚷着 爱哭的老师 梅左子说 老师 你又多了一个新名字呢 梅左子和早苗让老师猜猜 还来了一个人 你猜猜是谁 大师老师想了零零一秒说 小松 梅左子和早苗近乎 到底是大师老师 一下就猜中了 小赫做了助产事 看着很富台 小松特地从大阪赶来 他想如果这次不来 恐怕这辈子就没机会了 香川告诉大师 为了欢迎你回到分校 我们几个凑了凑 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大师看着自行车 凝视良久 百感交集 眼泪夺眶而出 金贵的眼睛瞎了 现在 在哥哥的豆腐店当学徒 哥哥经常咒骂他 还不如死了算了 几次提着一条大鲤鱼走进来 那是特地为大师老师补的 大家看着当年的合影 唱起当年的歌 金贵用手摸着 仔细准确地说出 照片上每个人的位置 香川站在走廊里听见 情不自禁唱起 毕业旅行时唱了那首歌 一晃18年过去了 时光荏荏 花有重开日 人物再少年啊 大师骑着自行车 就像当年来时一样 只是 再不见白衣飘飘 尾巴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反战 但我的关注点却在教育 学生到学校上学 到底是去学习 还是去接触教育 作家阿重在书里讲到 五四的时候有个说法 叫改造国民性 怎么改造呢 改变教科书的内容即可 可见 教育书到底是工具 是工具就只相信 罗振宇在某节目里讲过 为什么要让大家 读岳飞的满江红 这不是为了培养作家 而是将此中精神 深切地灌入脑中 如果哪天有敌人打进来 能迅速调动全民的民族精神 教育是为了目的塑造工具 学校是个谣 学生是砖头 造谣是为了烧砖 烧砖是为了盖城墙 盖城墙是为了抵御外敌 抵御外敌是为了好好割韭菜 秦始皇深切地懂得这个道理 他烧的书都是思想性的 农林木鱼不烧的 演员的自我修养 烧得干净 养猪知识手册一概保留 秦始皇修长城也是因了此道 只不过修得实在过分了些 弄得民不聊生 天天聊死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与教育的工具属性不同 学习是另外一种东西 陈一克为王国为先生 头水自尘后 两周年写的纪念碑名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用这十个字来概括学习 再适合不过 教育和学习的常规混淆操作 有如上课和教学 上课和教学是不同的 不同的点在这件事的目的上 中学时 有的老师热爱上公开课 每节课总叫许许多多的老师过来旁听 场面弄得很热闹 学生们也自觉受到了重视 积极配合老师 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起码演技好 而那些总是默默无闻 从来没有领导 老师愿意去听课的老师 则是不太好的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这样想 也以这个方式作为标准 判别新老师的好坏 高中的某节课 语文老师讲了上课和教学的区别 我才恍然大悟 公开课的松动活泼 选班配合的天衣无缝 这场戏的主角是老师 热热当道的一节课过去后 次问 本节课收获如何 一时间就想不起来什么 只觉得脑子发热 而教学则不同 教学的主角是学生 老师的存在是辅导作用 后来这就作为我 判别老师重信于辅的标准 不过一分人 有的老师自己也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 那就另当别论了 想要深切地认识到战争的荒谬 教书于人 还需多于人 少烧砖才是 扫盲扫了这么久 文字盲的确大幅减少 但文化盲呢 均不见 摇场的砖块 产能依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